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品屋更耗资千万 礼聘天王巨星同款设计团队 究竟有多少亮点等着我们开箱 七七森林系豪宅 请人临近 欢迎回家 如果讲到七七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我会想到豪宅 五星酒店 百货公司 更是正商名流群居的豪宅聚落 如果再讲究一点喜欢高品质生活的富豪 就会选择七七南侧 相对北侧繁华的新市镇中心 南侧具有低密度高绿富的特性 有住国外的优雅氛围 以市镇路为界往南 华丽的天际线转为绿色风景线 跟着大树步伐来到惠中路大敦七街 今天要介绍的庆人临近 公寓挺立在那 三座公园环抱 行程360度圆周绿 有调查指出 绿丽空间越多 人民幸福感越高 庆人临近建筑刻意侧身45度角 创造住家最开阔绿色视角 前方正对大敦国中 向左走南屯公园 向右走儿童公园 IKEA温馨森林公园 加上建筑本身礼聘 全球百高摩天楼首席建筑师 刘伟燕建筑师 以擅长的垂直绿化和椭圆立面 体现天圆地方的立体三合院 仿佛在城市里造了一座森林 既然建设因地制宜 用建筑回应周围的自然景观 社区领路退缩20米 从水平线垂直线层层负率 纯粹28户住家都在分多金的环抱下 展开生活 外围竖起罗汉松树墙 保有豪宅隐秘性 开放空间以数十种植栽 14米落雨松林 神机大树 汉首欢迎 四季更迭 刻画深浅浓淡不同的滤景 总归围绕着临近二字 虽然是豪宅 亲人临近却没有想象中的距离感 深入了解后才知道 亲人建设拥有超过一甲子的营建实力 还肩负修复古迹的文化使命 像红毛城 赤坎楼 故宫至善园 都曾在亲人的修复下 在线风华 对于品牌精神的传递 和细细着客的工艺 进社区后 你更可以感受到 进门挑高十米艺术门厅 目光群寻四周 玻璃帷幕 框景入内 绿意从容在室内逗留 至终礼宾柜台 由上而下 艺术铜雕主墙 巴西极光石被墙 铸就最美的迎宾款带 大厅整体空间 使用原木 石材 植塞 光影 天然元素 描绘出安稳宁静的氛围 左右两侧 规划交易空间 先聚焦到 这整面落地藏书阁 是用百年花旗松打造 垂直贯穿大厅 散发沉稳内敛的人文气质 如果是资深豪宅迷 一看到这张座椅 应该就知道 这是十出风靡全球的 室内装饰品牌 意大利D&B 该品牌受到全球时尚界的推崇 擅长用极简设计 营造出简约奢华的室内氛围 在庆人邻近的公社 都可以看到B&B的身影 另一侧的交易空间 则放置一台钢琴界的 劳斯莱斯、Stanway 还有规划Lunch Bar 周末可以在这优雅的 来杯咖啡 沉浸音符的美妙之中 交易亭向离走 来到四季庭园 水铺 樱花 清风 举木 绿意相迎 沉沉水流 大自然的天类 直达心底 二楼公社更精彩了 二镜是回廊 以空中回旋的方式 形成环境步道 迈开步伐 仿佛穿越一座森林 抬头仰望三种镀态天花板 户外的绿跟着光透映进来 空中森景步步沉去 着实令人惊艳 社交人脉 屏主静欢的殿堂 来试听试就对了 B&B经典UP系列 点亮整个空间 舒适的包覆感 拥抱过无数世界名人 还有B&O剧院集的 试听体验 绝对是丰盛的人生享受 想要逆临而行 记得慢跑前进 森养健身房 将整片树海收进来 跟着身体节奏踏着步伐 享受景观带来的心矿神仪 你以为公社就这样吗 我们到顶楼继续看 来到顶楼Sky Lounge 又是一处社交空间 幸远临近的公共空间 大多以通透大面窗 引进户外的绿意 作为室内端景 户外还有静兴花园 可以泡茶品名 全市也俯瞰七期的 晨光夜魅 591的观众朋友 对于豪宅的标准都蛮高的 究竟称不称的上豪宅 看看停车场规划就知道 尊荣第二门厅成为豪宅显学 全市材铺面 木纹市面 格栅美化 洞察电动科技大趋势 前瞻部署特斯拉充电桩 一可添购市售充电设备 满足顶级车迷需求 还有贴心提供置物柜收纳空间 公社层洗手台设置 符合新时代的细腻规划 这样看完 室内空间就更让人期待了 单层商并AB户 标准房型88坪 可弹性规划3至4房 合并户为176坪 位于3楼17楼 今天介绍的食品屋为9楼B户 为呈现建设公司 对空间规划的理想 室内耗资千万装潢 请来天王级一人同款 设计团队工艺设计 强化每个空间的格局优势 清处于兰胜于兰买得起豪宰的课程 近几年趋近年轻化 不乏35到45岁的年轻自营商 曾封二代 装潢比起用大量食材表现奢华感 食品屋选用了温暖性白木质色调 搭配一些亮眼单品画龙点睛 打造生活感豪宅作品 更符合现代人的品味 开阔客厅 人温书房 饮景餐厅 在迎宾起居的宫领域 借着低台度大面窗 模糊室内外的界线 温水的柔光 清新的绿意 穿透大面窗游走于世 且让整体空间更显宽敞 真正顶尖的建筑 第一眼就令人折服 走出去户户独享 狐行阳台 双公园校园手牌的价值 就在这片景色中一览无遗 从住家看出去 视野辽阔无比 阳台也非常贴心设计了 自动滴灌系统 直载也有专人定期养护 居住者生活的细节 建商都考量进去了 通常男主人在意 公领域的格局尺度 女主人则特别重视厨房 卫浴跟衣间 为了满足女主人的上网 选用了安藤忠崇 布莱德比特等国际名人 指定爱用品牌 德国Bootup 背靠背 双道厨房 配备高规格领域 唯一与保时捷并驾齐居的 厨具品牌Bootup 广受品味人士的爱戴推崇 德国极致公益 在家与你相遇 厨房往外连接工作阳台 为特别淡眼来看 就是因为这个空间 大的让人很惊喜 除了晒洗衣物 还有足够的地方 可以规划储物空间 进到私密领域 主卧单面临窗 连接前阳台 双人大床 三边落地 带一张长尾椅 沿着电视墙两侧 男女主人独立落地衣柜 LC拉出梦想中的 完美化装桌 主卫浴超光交尺度 就像电影中看到的 总统套房卫浴 据戏剧张力的视觉框景 掩揽天光景色 男女主人精品双面盆 精致淋浴 必堪安置喜悦用品 独立浴缸落于窗前 日光星光随时序映入 以逆风光洗涤疲惫 奥债规划讲究格局 采光动线还有景观 都必须细细琢磨再三 既然临近格局三面采光 从客厅主卧到次卧 接大面开窗 奶茶色系融合现代语味 让建筑与生活 有了完美对话 看完今天的建案 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亲人临近位在台中七旗南侧 有着低密度高绿富的悠闲氛围 立地条件有双公园 校园临近闻青森林公园 拥有三万频率海环抱 和傲视七旗的永恒动具 建筑侧身45度角 从住家望出去 享有最大视野 开放空间腐蚀接绿 搭上14米落雨松林 仿佛在城市里造了一座森林 走近邻近心情都放松了 公社处处经验 挑高10米艺术门厅 玻璃框井入内 整面百年花旗松落地藏书阁 营造人文沉浸氛围 交椅厅和市庭室 都有配置意大利B&B家具 二楼空中回廊与绿景 相应程序 大气尺度低调奢华的公社美学 铺陈在楼层之间 28户零店面纯住宅 单层双并分为AB两户 标准方形为88坪 打通户别有限 因此在坪数上的选择较单一性 不过多元弹性规划下 可做三到四房 打开591查看 庆人邻近的区域行情 因建案未处七旗精华地段 换算成总价有豪宅贷款建制门槛 今天介绍的食品屋为九楼B户 室内耗资千万装潢 请来天王级一人同款设计团队 工医设计 厨房更配备名人爱用的 德国顶级厨具 完美展现公司领域的大尺度 景观优势和高规格选材 量身为高端客群打造理想居所 今天的建案开箱秀就到这边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591新建案了解更多资讯 只有全台最齐全的在线建案 更有丰富便捷功能等你探索 另外别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优缺点想讨论 欢迎底下留言分享看法 我们下次见拜拜